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溜滑梯 今天呢 我們要去溜滑梯 欸 起因呢 原本是高雄有一個溜滑梯 好像說 後來我查了一下 發現不得了了 全台啊 標榜自己是全台最長溜滑梯的 至少有三處喔 我查了就至少有三處了 不管它是什麼材質的 大理石的啦 還是滾輪的 總共有這樣子標榜的有 首先高雄那個就標榜79公尺嘛 雲林有一個66公尺的 這在當時應該也算蠻長的 好 然後呢 我剛剛看到的是彰化 彰化這個可能比較多人熟悉一點 因為曾經有youtuber去拍過 喔 這個是75公尺 最後呢 我找到一個 這個真的超好笑的 這個好少人知道喔 而且連新聞都超級少的 我覺得他們蓋好之後也可能覺得說 欸 怎麼都沒有人來 這個就是在嘉義縣翻路鄉的滾輪溜滑梯 80公尺 我呢 秉持著要挖掘那些不為人質的景點喔 各位看《真英雄日常》 或是《帶著觀衆太遠去》系列都發現 我的景點呢 都是很隱密的 要找溜滑梯也是要找這種最隱密的 好不好 我今天就招了去一探究竟啦 看他為什麼明明就是最長了 但是 別人比他短了還敢說自己最長 好不好 我們去看看吧 欸 胡椒 胡椒 你...你到目前為止做過最長的溜滑梯是... 向左轉 向紮道 左轉 向紮道 欸 對咧 我們真的沒有把用池算進去 欸 有用池的算啊 滿長喔 8000樂園還滿長的耶 那今天影片沒什麼削頭耶 那我們去8000樂園好了 哈哈哈哈 好 各位 結果現在天色有點暗喔 這個感覺80%會下雨 對喔 應該80% 因為現在已經在下了 哈哈哈哈 好 各位我從台南市區呢 開了一個多小時喔 來到這個山區 我總算知道為什麼沒有人來啦 就是說他的名氣為什麼會比高雄還是上 因為他真的常在城山裡面 好 各位我們到了 開了一個多小時喔 終於來到這個叫做半天岩紫雲寺啦 原來幼滑梯是藏在這個廟裡面 OK 我們下去看看吧 你看 那個山還滿美的咧 好 剛剛那個 朱才阿伯說看了觀音 之後 前面嘛對不對 對 有嗎 有開嗎 工作耶 開了一個小時來啦 喔 為了玩這個溜滑梯的不簡單耶 我先來給你們看一個全景 這樣子 這邊滑進去 然後這樣子滑 滑下去 好 各位如果你看到這兩個 這是柿子啦 柿子就代表你們來對地方了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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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在後面 我在後面 哈哈哈哈 氣管好弄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已經是手動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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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喔 好痛喔 你們也太快了吧 哈哈哈哈 哈哈 成功了成功了 哈哈哈哈 快成功了 快成功了 哈哈 不對啦 聯盟地不是這樣玩的啦 我的牛好快喔 快到了 快到出口了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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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要電這個啦 喔 應該要電這個啦 屁股很痛耶 這樣對嗎?就是正確玩法嗎 旁邊有這個指板 齁 剛剛那個玩法應該是錯的啦 剛剛那個屁股完全跟那個 尬在一起 尬在一起耶 屁股現在完全是燙的耶 三貼三貼 再重新再挑戰一次 開始滑了 放上去就開始滑了 是這樣玩嗎 是不是這樣玩 卡住了 搶到下 OK GO 為什麼會這樣啊 等一下 指向是不是太重了 哈哈哈哈哈 好累喔 我覺得這不太像溜滑梯欸 我覺得這不是人玩耶 我覺得這不是溜滑梯 我覺得這是人要運送那個貨物那種 欸對 會不會啊 不然用這個啦 這會卡到啦 好快喔 快到了 我們開了一個多小時來欸 玩這兩次而已嗎? 不行啦 好啦 Go 好快啊 Go 趴了啦 趴了啦 你要蹲在上面喔 不行喔 宋買ivan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人坐在上面的關係啦 這邊喔 好快喔 哇好快好快 哇 好痛喔好痛.. 我只是緊額頭 prod 停置啊好痛... Hazwaa 到飽前的 哇~~~ 大家知道為什麼這裡沒有紅了 設計問題吧 我覺得不夠快喔 它這個滾爐 指板跟那個 各種姿勢我們都試過啦 不過這確實是 目前全台灣最長的啦 多一公尺 比高雄那多一公尺 所以說呢 如果你上來 不單單是那個 溜滑梯啦 你可以 放鬆一下身心好不好 看到這一尊觀音就是 到達目的地 因為目前大家都主要在那個 Focus在高雄 這個很少你知道 所以這邊一個人都沒有 我們現在是平日的六點 一個人都沒有 所以想要帶小孩子來遛小孩的 是一個好選擇 因為你現在遛遛的照片 對 還蠻長的 真的蠻長的 還有人在換位置呢 對啊 那是朋友啦 你朋友啊 嘿 欸 送上來 不要 蓋邊耳朵 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快點啦 下雨了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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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這樣子了 這是一個休閒好技術好不好 不知道去哪裡 可以來這邊玩一下 那我們最後兩樣子影片 分享一下明教新影片 交給你們 See you